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很认真学 他都会一边用粤语 越南文 然后写那个东西的意思 比如说灯泡 他用越南文拼成灯泡这两个音 然后他在问我国字怎么写 就是中文字怎么写 然后我在后面再标中文 那从一个完全不会在地语言的一位姐妹 然后到开始进入一个说闽南语的家庭 很鲜熟的他可以用闽南语来说话 然后在学校教育里面 他从国小的补校然后继续学习 然而他并不会因为语言的弱势而气馁 我这个也是店面嘛 他必须跟客人打招呼 聊天 反正都是从错误中学习 他如果回答得不太对 或者音不太好 有的客人都还会帮我们纠正 他也不怕背笑 因为他坚持要将沟通的基本条件学好 我曾经在他讲故事的时候 然后进班 然后当他刚开始在讲故事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来从越南来到我们台湾 然后他在讲故事的时候 有一些生字不会 所以他讲话的时候 就可能就是有些字走音了 或者是说不标准 那有同学就跟他讲说 阿姨阿姨 故事妈妈 你讲的那个字不对哦 然后他很谦卑地跟同学讲说 谢谢你告诉我 我就是来台湾学习了 那我从他开始不会讲国语 到认识到他可以把一本会本讲完 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也是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他的地方 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呢 哇 失火了 失火了 哪里突然在演出的地方呢 看到了什么 所以第一步就是投入故事妈妈的行列 平常我们姐妹会很怕进入 我们的孩子的学校 因为对学校环境不熟 但是预奉不一样 再来是实现服务人群的梦想 她坚持想为新移民朋友做些服务 因此与台东大学的护肌宫女士 共同催生台东县外籍配偶协会的诞生 我们从十年前一起创立了台东外配协会 那他在协会呢算是最重要的推手 在第一届第二届我当理事长的期间 她是我们的总干事 那协助我们 然后我们走遍了台东的每一个乡镇 然后去看我们的姐妹 那我们姐妹有哪里需要协助的 她都会帮忙 她更看到台东新移民存在的一些问题 因此她想帮助这些和自己一样的新移民朋友 首先就得不断充实自我能力 她加紧脚步努力学习相关技能 并充实社工领域的专业知识 一身素养 那玉凤呢 她其实呢 现在也在念周末的社工学分班 那所以呢 她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好的姐妹 我们每一个志工伙伴 她每一年都要一定的研习实书 然后在个人的辅导技巧方面 都一定要随着时间来精进 胡玉凤 她不仅努力让自己成长 还伸出双手 去帮助新移民朋友一起前进 在台东呢 我们新移民就是从东南亚家来台东 大概会将近五千人 那今年我就是 顺利从空大毕业 我想要所学到的专业 跟助人的工具 来帮助我们这些新著名的姐妹 今年她从空大毕业了 我们看到她 从无到有的这些艰辛历程 更看到她努力后的果实 是那么的丰盛美满 我们祝福您 这位不平凡的女人 请不吝点赞 订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